2024年5月29日,湖北一都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。 28日18时许,警局在工作中发现网络上出现一条殴打他人的视频, 随开展侦查调查。 经出查,视频内容于5月26日周日15时30分左右发生在市职教中心男生宿舍内。 该校学生邹某某,男,15岁,与同班同学曹某某,男,16岁,因琐事产生矛盾并发生口角。 曹某某遂邀约同班学生姚某某、陈某某等均为未年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, 其中两人未满16周岁,在寝室内对邹某某进行殴打,并拍摄视频传播。 经警局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床检验,邹某某颈部、背部、臀部及左伤臂等提表, 见皮肤轻子提表其他部位未发现明显损伤。 5月28日,警局已依法将曹某某、姚某某、陈某某等相关人员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。 目前,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,公安机关将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依法打击处理。